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的全方位教育讲座 今天我们讲座的题目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让有层级普通的学生 但是还是可以进到A等级的学校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来到节目当中 江主任你好 你好 各位家长你们好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 其实也鼓励大家不要老是 就是好像就刻板的知识 记得一窝蜂就是申请那些名校 尤其像加州好几所大学 大家非常热门 当然大家想要留在加州是可以了解 但是有时候要更鼓励孩子们 发挥自己的潜力对不对 不要浪费他们的一些资质 对 其实要把他们的这个 要让他们尽量去朝这个A等级的学校来发展 最主要是不要A等级的学生进了B等级的学校 那就太可惜了 真的可惜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 其实有一些所谓的A等级的学校 但大家不是这么的了解 但是其实可能就会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说那这些学校不是这么知名 是不是就比较好近呢 是吗 其实要看 像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学校里头 比如说像Pepperdine Pepperdine其实它因为是在加州 所以其实它这几年的申请也是很难 因为也是在加州 对 可是同样等级的学校 像我刚刚举例的一些像Perdue Perdue其实也蛮竞争 因为在华人的圈子里头 其实大家都还蛮知道Perdue的 可是像有一些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像New Jersey的State University 或者是Minnesota University 这些像爱荷华大学 这些大学其实也都是这个A等级的list 但是它申请的这个华人 去申请的比例上就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其实可能我觉得就可以 就是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至少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单你可以好好的去看 因为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的学校都有一个 就是种族多元化的concern 就是说它不要超过多少比例的某一种人 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是华人的小孩子 都申请同样一个学校的话 就是变成是自我竞争 没错 我就是要说好像就是跟自己人在竞争 其实蛮可惜的 蛮可惜 那其实当然申请这些A等级的学校 当然是很好的 你可以稍微扩展一下自己的这个升学的道路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就会觉得说 那最顶尖的名校我就完全不要考虑了 你反正不会进 比如说我是B等级的学生 对不对 其实通常我们在做这个 就是选学校的这个school list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学生说 你可以选择还是 比如说你是B等级的学生 你还是选一两个就是说所谓的Dream School 你真的很想去 你知道可能你机会不是那么大 但是你没有递申请表 你的机会就是零嘛 对不对 你有递申请表总是有一些机会 那因为它是你的Dream School 所以你还是可以选个一两个去申请 那其他的学校我们再来就是看 有一些可能是其实有一些机会 但是稍微就是难一点点 那有一些是其实蛮稳的 你应该可以进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较Balanced的这个school list 我们才最后不会有一个遗憾 就是说其实那个学校我真的好想去 可是我连申请都没申请 对 就是这个办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是 午夜梦回 午夜梦回时会不小心想起来 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点丑 就是有点遗憾 对对对 但是毕竟去申请了 起码你了解说你有试过 I try I try 但是我其实就跟做任何事情一样 有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去做 但是尽你的权利 但是也不要说乱投时的感觉 对啦对啦 所以呢通常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成绩不是很理想 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允许一两个 像这样的Dream School 好那么另外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呢 除了就是可以帮学生们 个别安排一些这种资讯啊 这些课程之外呢 其实呢很受欢迎的就是你们的讲座 对对 尤其是这个9月份啊 是属于这个热滚滚的这个月份啊 就是大家该开始准备这个大学申请的资料了 对没错 对那我们这个讲座呢 也是针对就是说 如何迎在终点的大学申请资料 那这次呢 我们有这个三场英文的 跟三场中文的讲座 那英文的是有哈佛大学教育硕士 也是前哈佛大学的入学面试官 安利小姐亲自主讲 那他以他自身的经验 辅导过这么多学生进入名校 以审核 他之前是审核员的这个身份 来告诉大家 就是说怎么样去准备这个东西 还有策略上应该去怎么做 那这是就是12号跟13号 总共有三场这个英文讲座在我们的分校 那19号跟20号呢 是我本人就是说中文的讲座 我相信那很多家长现在都会非常期待 赶快日期超下来 对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3D立体讲座 因为我是从这个家长的角度 学生的角度跟审核员的角度 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所以呢这个中文的讲座呢 提醒大家我只讲一次 讲完就不讲了 所以19号20号三场免费讲座 而且因为这个讲座是在我们的分校 所以比较小 长地比较小一点 对不像我们平常办 我的讲座可能700个人800个人 都容纳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分校 会最多大概30个人 一场 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9号20号三场我的中文讲座 那这六场讲座呢 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彻底 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所以呢我们现在会有把这个 这个讲座的一些电话资料呢 打在荧幕上面 所以大家呢 其实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对 去赶快去预约 赶快去 不管是江泽文的中文讲座也好 或是这个Anne Lee教授 她的这个英文讲座也好 其实呢都应该要听 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 对 那相信呢对于这个 如何能够在终点的时候呢 递交一个非常成功的 这个大学申请书呢 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非常谢谢江泽文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拜拜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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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